宜蘭跟苗栗好了 那這個有點跟剛剛那個研習師處那個很像 教室研習師那個 第一個當然你以苗栗跟宜蘭 可是這裡的話 其實變成說你要兩次 如果用sum if s的話 這個地方是要 and 要同時要為 就是 兩個條件那兩個條件是 都要同時為處 才會去計算 這個地方是 它是個別的 所以這裡可能不是 交集而是連集 而且它是在同一個欄位 Sum if s是不同欄位 的邏輯判斷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 試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當然你可以找一些sum if s的 這個多欄的條件判斷 大概就可以知道 所以這裡的話當然一樣我們用那個最近使用過的sum if 那條件的話就是這個範圍 一樣 這個範圍裡面的 criteria 是什麼呢 苗栗 或 其實應該是或宜蘭 的總人數 那這邊當然就是說我們一樣 這邊是給它一個苗栗 那當然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有兩個地區 你可能要分兩次再把它加起來 所以基本上這一題應該是 先加苗栗的 再加 宜蘭的 加起來就是了 OK 因為你沒辦法像剛剛那樣的 用個星號啊用個問號沒辦法 所以這裡的話你可能就是 先把那個苗栗 然後苗栗開頭的就是苗栗 這個地方 當然你也可以用一個問號 不過你會把問號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你要四個才可以 那其實這個我覺得沒有必要 你剛剛一個新 一個stop就好了 OK好 那sumrange的話呢 當然就是把這個範圍加起來 OK30個 OK 那其實你會把問號應該OK 1234 4個才OK 好 按確定 抓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再來加什麼 加那個苗栗的 所以往後 這個sumif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他一般 要不就是用那個 剛剛的方法 新號 問號 要不就是 如果很多個 裡面很多個 你只要抓其中一個 你就把它用加的 這邊的話就是把它改成宜蘭 那加總範圍都一樣 打勾 OK 42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 兩個分兩次 所以VBA部分的話 當然 我們要怎麼做呢 一樣按下他 可以最後做出來 那這個例外當然是貨 所以 VBA的寫法 跟剛剛其實還蠻像的 For I 等於2到10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就是 其實你可以把前面兩個字 因為剛好是前面兩個字 所以一樣 Labs Labs 前面兩個字 如果是苗栗 或 偶爾 偶爾 前面有用過吧 我們前面 邏輯裡面一直強調 不就是連擊 偶爾 不就是交集 再來就多重了 其實邏輯裡面 大概連擊交集跟多重 如果可以搞清楚的話 其實在很多工作 幾乎大概都差不多 可以很快 可以把它解決掉 那這一題是連擊 所以 宜蘭 苗栗 或宜蘭 那一樣 你就是做一次 再一次 的話 那你就把它加總 那加總一樣呢 需要有一個 S 就是類似像剛剛 Sum的變數 這個變數是用來加總用的 就 如果 其中一個條件 為初 再加 什麼呢 加B蘭 剛剛加C蘭 所以基本上你當然可以 拿剛剛的 甚至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改 有沒有 只是把名稱改一下 苗栗 和宜蘭 其實霍宜蘭 也可以 的總人數 那一樣是什麼呢 有沒有 這個程式是 剛剛那個複製 因為錯一樣 連註解這個加 沒有 其實就是 所以有時候 那我也不反對說 你用複製貼上 所以你會需要很多的範本 但是特別注意 其實 反而是複製貼上 很快 可是很容易出錯 很多同學 其實 出錯的原因 都是因為 太粗心了 就貼完之後就不管了 反正 該改的沒改 然後就很容易出錯了 所以 你要貼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 你盡可能每一行每一行都去檢查過 OK 然後來看一下 基本上貼上之後 for i 等於哪一列到哪一列 也許跟剛剛差不多 然後呢 關鍵在這裡 這個之後複製 貼 有沒有 這邊跟這邊其實差在這個關鍵字 那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 那為什麼不能寫成這樣子 有沒有 你想說 是為什麼這樣子 這樣不是比較精簡嗎 對不對 當然你想的是對的 可是問題規則就是規則 規則不是你定的 也不是我定的 這個是比爾蓋斯定的 他定的是什麼 你就要 怎麼做 OK 你不要說自己是自作聰明 這樣寫 看起來好像比較精簡 但是 不行 OK 所以 你就 還是乖乖的 你不要 不過也還好啦 複製貼上改一下 也不會 只是說 他之後會 程式會比較長一點 累加 OK 所以把那個 B欄加起來 本來是C欄嘛 然後加完之後放在這邊 最後再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 欸 第二 不就好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程式跟剛剛那一段 幾乎是快要一模一樣 差別只有在 後面這個偶爾的 這個 連擊的敘述而已 所以基本上 你要 大概盡可能就是 把一些範本累積累積 以後 剛開始你拿來改就夠了 我相信你在工作裡面 改一改 你可以馬上用 馬上派上用 解決問題 那你改久了自然你慢慢就會 欸 至少你至少 看也看 很多次了 然後改應該也可以改出來 慢慢慢慢你會比較更上手 OK 這個地方的話 是有關苗栗 和那個 宜蘭的總人口 那另外再來 就是有一題是這個 前後三米 這個前後三米難度又更高了 把這個下載一下 009 這一題 那這一題的話基本上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 所謂的工資在這裡 工資裡面的話 什麼去統計啊 什麼去統計啊 比如工資 他有自己的一個 一套方法 當然就是 像那個 行政院的什麼 審 審計處 還是什麼 審計部 他每年 每個月都會公佈那個 國人平均薪資 之前不是有個 一月份平均薪資 9萬多嗎 不過他好像是把所有 總共 在 除以總人數嘛 就是 高的跟低的 全部都混在 而且好像還有那個 年終獎金那些 全部包在 所以他好像 9萬多 有理到那麼多嗎 OK 如果沒有的話 當然不會補給你啦 如果可以補 那每個人都 應該 OK 那這裡的話其實關鍵就是 你要怎麼知道 這邊的範圍裡面的前三 跟後三 請你把這個前三跟後三加起來 那如果你要做的話 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要重新排序 排完序之後前三後三再加 可是問題我們如果不希望重新排序 因為如果重新排序的資料會亂掉 假設啦 因為可能你不止這兩個 還有很多資料 那重新排你可能要再花個時間 所以如果不重新排的話 這邊呢 有沒有辦法把前三跟後三 這裡的話呢 可能會再需要用到 兩個函數 一個叫LARCH LARCH函數 他根本沒用過 LARCH的話呢 就是統計函數裡面 統計那個什麼 前 前面的 Array K是第幾大 第1大是1 第2大是2 第3大是3 那前3的話呢 其實如果你要找 剛好那個 排在第3的 那你給3就可以了 那ARRAY的話呢 是記得要給他一個範圍 他就會在這個範圍幫你找出 第幾大 OK 那相對的有個small 在統計裡面呢 一樣會有個small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找到那個small small函數的部分的話 也還蠻重要的 像LARCH small 這些都是讓你做排序 而能夠比對出你要的那個條件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可以small 然後第3 也許你可以嗎 先找到LARCH 第3的 那如果他的 什麼呢 薪水是 大於 等於 LARCH3的話 那表示 就是前3 把它加起來 再加上 small的那個 小於等於 small3的那個 那這樣子的話 前3跟後3就加起來 OK請貴試一下 這邊的話會用到三個函數 SAMIF LARCH 跟什麼呢 跟small OK請貴試一下 那比如說我要做那個前3 薪資前3名 那前3名要怎麼剛好前3名 其實你 也許第1個你要先 需要知道什麼 第3名的薪水 是多少 那第3名的薪水你要怎麼算 那第1個你可以用那個統計裡面的LARCH L開頭的 按確定 範圍給他這個範圍裡面 第3大的 就這個薪水 這裡面的話第3大 當然最大你輸入1啦 第2大輸入2啦 一之類推 那你這邊 輸入3就是第3大 OK第3大的是37,400 OK 然後呢 這個薪水 我們不是要 第3大 我們是要 前3大就是 如果剛好大於等於 他的薪水如果大於等於 第3 的話 那就是123 OK因為只有第1跟第2 等於的話就他自己 所以呢這個地方 再來就是 用一個什麼 通 最近 Sumif Criteria 第1個就是 Range 指的是工資 因為我要比的一定是工資 所以工資 第2的話呢 條件是 剛剛這個東西 但是要什麼 要大於 等於 這個 我特別注意喔 大於等於一定是一個字串 剛剛有講過了 有沒有 大於 所以 你不能 這個是一個公式 公式跟字串 有沒有 你不能直接 放一起 必須要加一個什麼 and符號給他 OK這要特別注意喔 然後呢 這邊給他一個大於 等於 有沒有 大於等於 and 第3大的 公式 好 那第3個 三米符 其實你可選 也可不選 因為三米符如果第3個條件 跟第1個條件是一樣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上面的條件 自動帶下來 所以因為一樣 所以我這位把他控下 按確定 所以前3的 有這麼多 那後3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樣 只是把什麼 把Nudge改成small 所以一樣切到統計 打一個S S開頭然後 small 那這個範圍裡面 第3 3萬2千多 好像差距不大 然後呢把這個怎麼樣呢 把它剪下來 也許 再放在那個 Sumif裡面 範圍一樣這個 然後 先 那個 一個字串 應該是 小於 等於 第3的 所以and 剛剛的東西 算起來 小於等於3萬2千多 那就加起來 那其實你就把這兩個加重起來 就是結果 所以當然你可以啊 如果你要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可以把 大的先 複製吧 然後在這邊 貼上 然後面的話and什麼 其實你可以乾脆把這個 這個複製一下 Ctrl鍵貼上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 small就可以了 OK其實他 這邊的 small然後 要把它 應該是小於等於 OK好打勾 結果 就 對對對 這個不是and and的話變成 文字 創文字 OK加號才對 Enter 結果就出來了 應該有這麼多嗎 兩個相加 好 這樣子應該可以理解啦 所以這邊我們多一個large 跟一個small 那其實large跟small有時候 還會跟那個像 什麼後面 v-look函數啦 或者是index函數啦 Inderate函數會搭配 因為有時候你那個範圍裡面 你還會重新排序之後 再抓你要的資料回來 所以這個當然 複雜都會很高 可以做很多的複雜應用 好 順便 延伸性的 排序 如果我今天 這邊 我不用那個資料裡面的排序 去排 我希望用large去幫我排序 由大幫我排到小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用 插入函數裡面的 剛剛large 範圍給他 k的話呢 這邊當然就第1大 第2大 第3 一直以此類推嘛 對不對 那這個k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樣讓一個數字 他會自動幫你加1加1加1 往下加 這裡你可能要多學一個函數 對 弱函數 弱的話呢 其實就是 你現在的列 在哪一列 他會只管你的列 不會管你的藍 所以你現在是第2列 那你只要把2減1 就是1了嘛 那你下一個3 3減1 不就2嗎 一時類推 不就剛剛好 是我們要的 所以 弱 特別主要 弱 小瓜糊 意思是說 幫我抓 這個儲存格 他的列 回來是2 OK 旁邊會顯示 減掉 1 那就是1了 那當你向下填滿的話 他會變成 3 減1變2 一時類推 所以你向下填滿 不過呢你要把什麼 範圍 鎖起來 因為剛剛忘了鎖 OK好 然後向下填滿 放開 有沒有 由大到小 那由小到大呢 一樣嗎 超乱數嘛 small 範圍在這裡 幫我怎麼樣 由小到大 一樣 roll 6 然後 減1 有沒有 第一個 按確定 向下排 有沒有 剛剛又忘了 一樣的問題 這個地方 一樣鎖起來 其實要鎖列就好 打勾 向下填滿 OK 自動幫你排序了 那這種方式是 不 不需要用上面那個排序 而讓它排序 那 當然有很多地方 其實是 不能夠用上面排序 再來比對的 是你要排完之後來比對的 這個時候你就非得要學會用 那個 Large 跟 small 然後你要排最大跟最小 所以那個 第幾大第幾小 一般很多時候 會配合roll 所以roll這個參照函數很重要 向下是roll 另外還有一個 向右的話是column 所以column也很重要 有的時候你是向 像下上這個是OK 可是如果剛好是向右 那你就要配合那個column 那個roll跟column 他們基本上的位置是在 參照函數 有沒有 檢視的話呢 有點像查詢 常用到的是那個什麼 view函數 或者index函數 那另外呢 參照的話呢 就是像roll 像column OK 這個非常重要 那這個是下一個單元 檢視與參照函數裡面會講到的 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要查詢 把以後拿來類似像資料庫一樣 查資料的話 這個群組裡面的 函數都會 非常的重要 所以有 時間的話也許可以先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請各位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範例 就是先前三 後三 重新排序 OK然後 前三後三再把 前三加後三 然後再利用ludge跟small 做那個 這個新 新 新